大家好,我是鐵巴星炮族的太后槍 今天我是给大家带来了是战舰世界3.1测试服的公开测试版本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个版本由于还是在公开测试中 所以说毛子还有可能做出一些改动 但是基本上已经是完成版了 这个视频主要是给大家讲一讲我因为在超测玩过的这些船的个人感受和如何的使用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科技术 现在科技术其实已经更改了 比如说从美西开始,首先是从伊利,然后Chester 然后我们首先先造了南卡罗莱纳才会出南利 跟以前直接从圣路一直出南利的这里是有一些改动的 然后我们先从日系的讲起 好,如果日系这次有新的船 首先是航母线 先是Hoshio Zueho,Ryujo,Hiro,Shokaku,Taiho,Hakuryo 这些是日系的航母 然后有日系九级BB,Ismo就是初云级 所以这个名字其实是毛子给架空的一个A140J2方案的一个毛子机脑补的名字 所以说还有大家注意到这里还有其实还有一艘金币船,石锤 这个石锤山其实是一个挺出名的山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金刚的方案毛子自己架空的名字 然后我们今天首先是看一下的是航母 好,第一个,凤香老板娘 这个游戏测试服务 所以说东西全部都解锁 埋号,船长19级 所以说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然后日系航母的优点是什么 你看大家一级开始就已经有非常大的亮点 那就是三个鱼雷级机队 虽然说每个机队的大小只有四架 但是日系的飞机都跑得非常快 而且鱼雷也相对快 攻击力和生存能力还是不错的 当然日系航母的优点还不止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亮点 这个航母后修这个凤香的航母只有7.9公里的发现距离 而跟蓝力一比 蓝力的发现距离已经高达了10.1 这也是日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而日系航母有更大的优点是 速度蓝力16节 然后星床伯格17节 然后又很快的独立32节 而日系的航母呢 相对速度都非常快 一开始凤香老板娘就已经25节了 然后瑞凤28节 然后章板是28节 这些速度都是不错的 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日系很好的亮点 这虽然说日系的航母防空不太好 但是在速度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还有它的影币性上来说 然后首先我们有飞机A2N2和Mitsubushi的EMT 这些双一级大家自己去了解了解 百度一下谷歌一下都行 就不仔细说了 然后五级航母瑞凤 瑞凤开始 就已经有俯重轰炸机了 也是一个挺早的 而日系哈姆的攻击 能力也在这一级一级上 有非常大的优势吧 因为它毕竟每个级别的集中队比较多 比如说瑞凤它有四个机队 而同级的航母伯格在使用空优配置的时候 也只有两个战斗机集队 也就是说你拦不住 而飞机的速度呢 渐战就是四节 而瑞凤的话 A4N有134节 俯重纳机110节 预雷机99节 这个导致直接后果就是说 美系航母想要拦截日系的航空队的话 需要提前布置好位置 才能有比较好的拦截效果 而日系船的飞机的血量都非常多的 四个战斗机的 或者四个飞机的中队的 中血量和六架飞机的美系航母的 航空队的中血量其实是基本一样的 这也给了日系非常大的血量优势吧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班个人觉得 日系的航母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继续看 这个很有特点的船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他的航空队已经出现了122和 032的这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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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态的配置 这里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转弯半径 600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半径 这时日系的航母在机动性上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升级船体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甚至还可以在减5秒的转动速度 也是非常好的 而具体的飞机就不说大家具体体会 因为我本人也没有有很多的在航母单架 每一期航母同级上面测试的经历 但是基本上可以说 日本的舰战对于美国的舰战 因为数量的劣势 所以说甚至很多人干脆连舰战都不带 因为你毕竟日系航母还是主攻击的 导致基本上没什么好用的 像这些舰战的升级什么的 基本上都没能用 而日系的亮点则是这些鱼类机 很低级 所以有很高的速度优势 这使得日系在攻击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 这也就是说大家玩BB的什么要小心了 然后飞龙 这个是满满的恶意跟前一期的比来说 飞龙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七级就已经有222这个配置 也就是说 美国在艾塞克斯这个上面 它有出现这么好的配置 这使得日系在加满配置的灵活度上有非常大的把握 虽然说日系 并没有美国的智空配置 而反空的话自然是 每一集都是比不过日本 美国老的 然后 在八级 修噶库 翔赫上面 也是 则有一个非常重要提高 就是它的反空能力 已经有平分 平级用50级了 虽然说 这个距离来说只有三公里左右才有比较高的伤害吧 但是 在日系里面也算是开始出现不错的反空了 虽然说比不过列克星端 但是呢 比如说 当你一次丢三个鱼雷机中队和三个 浮沉红纳机中队出来还是非常的恐怖的 而这里已经有零四啊 这些经典的飞机也是会出现在翔赫这个航母上面 虽然说 也大家可以注意到 汉母上面现在并没有那个 每个每周日系 日系汉母上面标的名字 这个可能在毛泽说 以后他们可能会加 但这个卫星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就是说 大家再等等吧 然后 就到咋了 也不说啥了 不许黑 综合来说 我个人其实在训练房里面 虽然说这里没有训练房 在超测训练房里面 我测试过了一些 俯虫大击对装甲航母的装甲 我用了 翔赫 然后白龙 就是四级架空航母 的装甲甲板对抵抗炸弹作用 综合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 也就是说虽然说是装甲航母 但是也没多硬 然后 当时呢 你的中队终于有四队鱼雷机了 四队鱼雷机 虽然说没队只有四个 但是你一次丢出16颗鱼雷 我只能说 在鱼雷另外一头的那位张剑同学 一定很不好受吧 而血量什么的 自然也很赞啊 然后这里我想说是 指定 比后面的我们的追骑同学 其实更有一点优势啊 个人来说 虽然说速度和血量上面小了一点点 但是 首先 你有更多的弹药和更高的伤害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 个人觉得这里没比较深 战斗机 当然 一般人谁用战斗机啊 四队鱼雷机起点谁输啊 我擦 然后 鱼雷机也是有 非常完美速度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 我航母同学在前面一个版本都觉得 哎呀 航母这个扶着空大戟怎么没有用 对吧 毛子 听到你一件 SERV打打把戳刀糊到了 剑爆的炸弹上面 也就是说 你现在在9级的话 你一发 航弹15000 实际炸弹去几千也有了 也就是说你一队下去 上个整 也不是一队吧 是三四个中队一起上去 一万多伤害 你用舌头炸的准 还是非常爽的 你可以炸出三万的伤害 尤其是针对航母来说 对于 BB这种金牌会躲 而且比较注意防空的来说 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而且他们加慢比较厚 但是这伤害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 剑爆现在游戏用的还是高爆炸弹 也就是说点火率非常的可观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 所以很期待 辅助轰炸机在这个版本的表现 最后是10级 改进行 G15 毛子架空名 Hakureo白龙 这里很奇怪是没有计程前面的飞机 用的是A8M这个图子飞机 然后 而它的这个甲板配置也是我为什么觉得 我管这个白龙级叫做无限机制来说 一次它可以丢出8队中队 说实话 我这个就算是玩星际也玩的一般吧 平均APM75 88 34 我觉得这个我一次操控 8个中队同时攻击还是有点困难的 也就是说手长的同学 就像我这样子 你可以用Shift键把一次或者用鼠标框起来 选两三个钟两三个钟的一起操作 这样呢也能简化一些操作 同时也能投下更密集的鱼雷造成更高的瞬间伤害 爆发伤害 而这个八架飞机和日本这个非常恐怖的 准备速度出起来 我只想说 这个飞机简直丢得停不下来啊 尤其是在美国中途岛 这里还是没有出来的情况下 而埃塞克斯降到了9级 配置被毛子坑了一下 把一对舰战变成了舰爆以后 导致什么后果呢 埃塞克斯拦截能力比不上 完全没法跟日本的对比 尤其而且 说实话A8M属性也是不错吧 148的秒三 1830的血 对上美国老埃塞克斯 F8F熊猫 已经可以算120的DPS 我看看 也差不多算是有 比较 对120 整整多了28的DPS 也算是可以 基本上是吊打 虽然说机队少了点 那是毕竟高级飞机嘛 还是有一定的压制能力的 也就是说 埃塞克斯会对 在没有中途岛的情况下 也说美系航母 目前个人觉得 这对日系航母还是有些劣势 尤其是 但是 你遭遇对方八个集队一起强行 骑脸强制你的情况下 就算你有非常高的防控和血量 甚至很好的躲避技术 也是非常的头疼吧 因为你并不能很好的通过飞机来拦截 很好利用你的战斗机来拦截对方的战斗机 而且呢 点航母卡拉 好 可以点技能出来了 有这个Supremus一次攻权技能 加一个剑战 或者一个剑爆在每个中队里面 这个也使得 日系航母的战斗力大大提升强了 这个技能当然是 咱一直很推荐的 咱最推荐的技能呢 也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这个首先航母 我是个人觉得技能还是偏重于防控和对自控权 还有攻击能力的把握 也就是说在一季我们这只有二选一 由于这个技能修理和降低灭火时间 个人来说由于用的很少 因为航母毕竟一般是在相对后防安全的地方 所以说个人还是用防控 因为最容易攻击到你 除了溜过来的驱逐舰的话 只要你不要冲的太狠 基本上只有对方的航母会直接找你来搞 也就是说这个加强防空和复炮能力是最好的 而第二节由于日系航母 预雷机众多 个人觉得加减这个准备时间也是不错 所以说你准备时间其实已经很短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减 损 损 损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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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地的时间 或者说这个飞机视野这些都是不错 也就是说见能见词 美希的话基本上我就是肯定是点这个技能 因为美希准备时间相对于偏久 而三阶 三阶的话 基本上由于前三个技能 没什么用了 你航母用不到 那你只能点最后一个技能 就是第六感了 四阶 个人肯定会点 这个高级飞行训练 和狗斗这两个技能 一个分别是加强攻击 舰上攻击力和飞机血量 还有减准备时间 至于先点哪个 基本上是见能见词 由于你有19点的技能点可以分配 个人在有金币的情况下 会建议点到这一路的时候 先把这两个技能在14级的时候 先点出来 因为这里1加2加3等于6加4加4等于14 然后 至于先点出来以后 再到15级的时候 可以直接起点点出这个滋空权的技能 在每个中队增加一个剑战或者一个剑爆 然后到19级的时候 再把这个两个中间没点那个技能点出来 至于先点哪个 各位同学 见能见之情 如果你不带剑战的这种玩法的话 可以先不点这个狗斗技能 N系毕竟不是滋空 而每系的话 基本都是先点这个狗斗技能来抢滋空的 而且高级战斗机 由于弹药非常少 所以说基本上要靠这个技能增加输出能力 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技能 个人更推荐这个 当然如果你完全不带剑战的话 这个技能自然就没有用了 那就只能点这个技能 其他客源技能的话 加AA的这个技能 说实话 如果一级没有这个技能 边上还有一个加飞机技能 我会点这个飞机技能 而不是点这个副跑技能 因为副跑基本没有什么用 对于航母来说 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这样子 而装备的话 这是我航母一般用的装备 当然这有稍微的不同 这个基本 第一个基本没什么好选的 加血量这些东西 由于这个两个零件 还是很容易换你 加不加 说是个人感觉不大 而且影响不大 而且一般你也打不到了 不会被打到 加这个飞机上面 自卫活力 或者是奸战自己的主武器的活力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时候会有惊喜 比如说 低级飞机装力 剑豹啊 剑弓啊 被反杀了一架 那还是很喜感的 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选择 如果我是美系航母 一定会点这个加战斗机血量的 因为美系最更重视的是滞空 而日系的话 由于像我这样子 如果比如说我这里选择 不是带 不是带这个223配置 而是带053配置的 甲板配置的话 那我带这个装备制 哪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只有一个 只有两个 一个是加防空火力 20% 而且这个20%还是挺厉害的 因为 3.5公里乘以0.2 那是加0.7公里 那就是4点几公里 还是非常凶残的 而5公里这个甲板 自然更多 而这个整备速度 我个人不点的原因 是因为我剑长已经有了这个技能 那我剑长没有必要点这个 如果你剑长还没点这个技能 自然可以选择 这个装备来稍微加强一下 这个日系已经非常鬼畜的整备速度 然后第三个隔着 基本上只有两个有 由于防空我现在 防空输出的话 个人觉得没什么 跟着后面两个比牺牲太大 所以说个人会点这个 加15%的攻击机血量 这个我每系日系都是这么点的 当然日系这种非常快 或者每系这种相对弱的飞机也有 大家都可以说是 很想要这5% 但个人觉得5%稍微不太明显 当然加弹去还是很有用的 更没有加的比 但是由于个人更注重于攻击 所以攻击机的升华能力 所以说还是觉得这个更保守一点吧 如果有高王的话 自然可以说这个更推荐 加速度 因为有更好的速度 也可以让你航母攻击次数更快 攻击之间的间隔更少 因为你飞行的时间更少 然后第四个格子 基本没什么好说的 解灭火 因为你不想被打招火 后面这两个东西你一般打 剁和轮机基本打不坏 打坏你秒修 而这个灭火 如果你一次灭灭 你是尽量不想被点招火了 所以说还是丢这个比较好 其他毕竟没什么用 而这个转向也是为了应对 让你有更好的转向能力 这样你被鱼雷机什么袭击的时候 还是有比较好的反应能力 毕竟你转动数时间 20秒的来说 有时候可能 个人觉得还稍微反应不够 如果你捡到16秒的话 那会好非常多 虽然说你的转向法 为高塔一公里的半径 然后最后一个格子 基本上每个人都丢 这个隐蔽性的配件 航母的话 说实话加这个 Maxima Acquisition Range 其实是基本没有用的 本身这个acquisition range 对于WG来说 个人觉得他们没有说清楚 这个到底做啥吧 所以说 说是可以稍微减一点点的 对面的隐形能力 但是个人感觉不明显 而且航母也没什么必要带 这样说你有一定的隐蔽能力 还是更好的 这就是我航母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的是 美系的东西 当然在美系航母之前 我想先说的是 这个我先不点 这个是小旗子 日本的两艘新船 这个是绝对不能漏掉的 一吸出去 石锤 这艘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这小子有师门305炮在司机 有点小服伤的感觉 虽然说 就装甲能看到的装甲来说的话 相对比较脆皮 只有203的装甲和装甲 但是由于毛子有个很神奇的错误 就是没有告诉你 组装多少 也没告诉你炮塔多少 因为Casemate的话并不能说 它并不是炮塔 而是底下这种 副炮这种东西才叫Casemate 这就导致 没能知道装甲到底是咋样 除了毛子自己 毛子自己导致装甲做的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至少组装什么的还是做对 但它没写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 那我们就不过我们就不说毛子 我们就继续关注这座船 这座船的射程来说都还是相对不错的 12.9的射程在4级也完全够用 28级的速度 因为它是金刚的一个圆形啊 所以说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战巡吧 它机动能力什么都不错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虽然说因为基地只有两个配件 但是娱乐娱乐什么的还是不错 但这个时候船使用方法可以稍微比庙翼这个船 更激进一点点 因为你机动能力什么都不错 更重要是你炮多 虽然说中间这个三号主炮角度在对前面来说比较 角度并不是很好 但是还算是一艘不错的船吧 个人玩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当然专家比较薄 毕竟是战巡 另外一艘船 大河级原岸 A140J2号方案 这个有点像纳尔迅 虽然说做的有点粗 再看后面的话 后面有123三门 应该是最上的 在清巡版本的时候的主炮 153连撞 给你后面有一定的小菊花有一定的保护 但是如果你后面是一艘BB的话 你就本想有太高的输出 侧面两侧各几门127炮 6门应该是6门127 对6门127炮 还是可以的吧 只能说 我毕竟没什么打小驱逐还是可以 但是没有大河的进防能力那么凶长 而前面则是类似纳尔迅级的全前置三座三连装 410主炮904 当然他跟纳尔迅比有 最大一个缺点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日系这么喜欢跟妙高这种三号主炮 我朝后的炮塔 你是不是嫌弃自家建长命长对吧 你朝朝后的话设计是可以说是没法直视砸 而你想转炮塔的时候更是 他要从另外一个方向转更多的角度 才能转到从从从从这一侧转到这另外一侧 这导致说很多时候你实际上这门主炮不如还不如放在这后面 因为你放在前面这等于说是你一个设计被自家建桥挡住的一个后置主炮 显得非常的扎 这就是个人非常不喜欢处云的地方 当然处云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 大家可以看虽然说这里装甲只写了最高150刚case made的装甲 但是不要被这个耍了 根据我们朝测和大河群test的测试 我们最后的和WG内部好像说是也不知道双不双小到小起来什么的吧 而且至少在历史上和测试中 它的组装是和大河的组装一样 也就是说这伙其实是一个很硬的家伙 28节速度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速度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有一定可玩性的 但是要这个主炮比较位置不好 所以说大家玩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然后当然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在日系里面就是妙高和最上的位置放了过来 他们交换了位置 而妙高在7节的表现是非常奇妙的 大家可以看到12秒一发 这个装弹速度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妙高在7节表现还是可以很期待吧 而最上在这里还是维持了10秒的一发的速度 一轮的速度和差不多 我这个是15秒的203速度 也就是说虽然说有专家升级 但是如果想玩席家办的话可能 而且就涉及好和娱乐的程度来说 155炮还是首选 那155炮跟20上的最大缺点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传身并不好 但当发伤害这个基本可以忽略 主要还是传身的问题 这导致由于装甲现在去掉了动能伤害 这使得155在用AP洗甲把能力大大下降了 但是也还是可以说还是可以用的 至于具体效果如何 就要看大家往前自己的感觉了 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总体来说 个人还是很期待最上在8级的表现了 毕竟你现在会开始见到10级船了 这个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好 现在我们就转到美系科技术 美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金币船什么都没有新的 而最重要变化只有 首先美系终于有他们的铁无龟了 也就是战列舰嘛 注意可以看到这注意有很 还有个涂装的区别是挺好玩的 有时候 而这里加入了一艘新的船 伯格把独立顶了上去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中间航母 基本上是被替换掉了一个吧 把独立顶上去 然后就直接变成突击者 然后列克星敦和埃塞克斯 而埃塞克斯也从10级下9级 因为中途到同学还是没做好 当然这不是重点 伯格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吧 伯格说实话个人觉得 没必要特意买回来体验一体验 因为毕竟没什么好玩的 速度非常的苦 十七节 独立的话应该算是稍微 速度上好很多 所以说航母的话 如果各位同学有新玩的同学 可能会觉得这个航母 先稍微比以前坑点吧 毕竟由于日系的竞争更厉害 而埃塞克斯降级了 更重要的是埃塞克斯的 这个飞控再也没有四个舰站的配置了 这使得难解能力 面对日本的打量 小中队来说比较坑跌 而烈克星敦现在干脆也没有三个舰站的配置了 变成两个舰站和两个舰爆配置 当然炸弹伤害似乎少会伤害一点 个人不太记得那个伤害 但是这个伤害肯定是没有日系的高的 不对 因为日系看应该是这个 跟九级比 对还是没有塔高 也就是一望的伤害 就是说美系在这个版本航母会活得比较困难 虽然说会有增加很多很多的飞机击落 但是保护舰队的话 又更依赖于大家的巡洋舰队友和新来的美系高级BB的防御能力 因为美系高级BB大家都知道 防控非常好 当然我们要从低级开始 说伊利弗切斯特 然后就可以出 这个个人觉得非常坑的南卡罗奈娜 至于为什么呢 速度18节 呵呵 我只能说呵呵 虽然说转向非常的凶残 火力也不错吧 八门跑前后各四门合起来 一共八门的305 但是由于这个速度太慢 说实话玩起来并不很好玩 而且美系的船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弱点 就是说在北卡罗奈娜之前射程都非常的苦逼 虽然说由于地图设计的原因 还有美系相对于日系更高的隐蔽能力 你个人玩的时候觉得这个劣势并不是很明显 而且也有个新的改动在3.1版本 也就是 应该是在这几没有 对低级没有 但是高级才有的一个增加 之前也有 但是毛泽改了格子了 的一个增加主炮射程的插件 还是这个插件基本对美系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必要的插件 而低级的话南卡罗奈娜 由于大家射程都不好了 河内这个河内的话射程也是很坑滴 所以说实话点错了 河内的这个射程也不炸滴 只有9.8射程 甚至还不如美国老 实际上速度稍微快一点点 也就是说这样说实话 如果不是他们很硬的话 没什么必要 然后看一下这是四级版的浮上 还没有浮上那个发现那么恐怖 如果被发现距离 还有14公里才会被发现 虽然说射程也就是在这个距离上 也就是说跟妙翼比的 妙翼比的话 相对的可以说射程并没有很多 妙翼有1.7公里的射程优势 当然妙翼更容易被发现 就是说实际上在低级 这两艘船来说平衡还是可以的 后面可能会稍微有些人觉得不习惯 当然美式BB的重点和精华 还是他在铁无归的时期 至少就是漏博 因为毛泽在版本介绍里面 其实增加了 到最后不知道具体会加多少 而日系增加了在远距离 你上步的时候横轴上面的上步减少 长轴上面增加 也就是说你椭圆会变得更细长一点点 这个上步的椭圆会更细长 后果就是说更容易打中的同时 但是你在这个同时能打中 每一轮设计里面打中炮弹更少了 而美系和英系的BB都大大的增加了近距离的时候 命中率的进度 但具体毛泽没怎么说 京都这里也没怎么写清楚 所以说也搞不懂毛泽到底怎么改了 最后也可能改稍微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要注重玩法吧 又跑题了 所以说 华耀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艘床 为什么呢 十二门主炮 305毫米说 这在世纪来说可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它本身的装甲279毫米 当然这个装甲盒这时候 应该是还没有装甲盒没记错的话 也就是说装甲基本上是全面防护了 这是我估计为什么毛泽起了1毫米的装甲盒 但是大家可以无视它 这个装甲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这个铁乌龟 虽然说21节 美西标准战略乌龟胀的速度 呃 它这个啊 它这个主炮和专家放育来说非常期待 但是低级 美国船基本没有防空 而你想要防空的话 注意这里有21门127炮来进行进防 而如果你升级的话 只剩下了6门127 你可以看到侧面这里就改掉了 要这个127似乎它的防御能力也降低了 增加了一些防空炮 这个防空炮说实话并不是时常对低级航母来说 其实也没什么感觉了 虽然说比隔壁庙翼这个没防空的假话 实商的防空的话对于隔壁庙翼 升级以后还是另防空 比这个稍微有点点安慰吧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下一周传纽约 纽约最主要就是一个口径升了 炮的数量还算是不错吧 十门主炮虽然说中间这个三号炮它坑跌了 没什么射击 这也是为什么个人我不喜欢纽约 它速度比较虽然说比较慢 但隐蔽能力就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好 因为它应该是这个剑桥更高的原因 16公里的话还是比较 比这个自己的射程还近的话还是比较坑跌的 当然这里之后你可以增加了一个什么 你增加了这个新移过来的在二号位的射程差减加16%的射程 这就意味着说实际上你射程还是可以弥补吧 可以加到17,18差不多 不是17,18应该是差不多17左右 17左右的射程的话还是可以弥补的 而你的船的话还是这个用法还是主要是依赖队友的烟雾和岛屿的掩护 而很多重要是战舰世界这个地图设计的时候 很多交战距离也只有10多公里出头15公里左右 就是实际上这个射程并不是营养很多 但是还是要注意利用好岛屿 避免被日系战列舰更快日系战列舰 这个我们的大傻金刚机虽然说在这里是比瑞 给放风筝毕竟人家是战巡 21公里的射程比你多好多 而且人家也可以同样针点 不对,这是美系的特色了 这个美系日系在这里就不能点这个射程插 美系有这个射程插件的帮助 这应该是毛泽星加入的东西 而金刚虽然说可以放风筝毕竟 它放的并不是很轻松 16公里被发现 它如果只是在一对一不存在其他船干扰的情况下的话 纽约还是有一定的隐蔽能力的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看这个射程和速度容易被风筝 实际上用起多动动脑子 用好地形什么还是不错 但是由于这个你有更好的装甲和近短能力 还是在这方面牺牲了放风筝的能力吧 也算是美系一个特点 并不是说这个特点多扎 但是由于有很多人整天跟我说 这个美系射程不行速度又慢了 不是会被更快 和射程更远的日系战键吊打吗 其实不会 当然你需要稍微改变一下你平常用日系用法 美系战列键并不适合学习日系 躲在后面跟打一枪 那你不是坦克世界当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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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更充分限制的一种打法 当然充分限制不是叫你去送死要极致一点 所以具体打法就不错 由于个人觉得跟大河军比我比比玩比较差 所以就不具体说了 但是大家必须要太过于担心在这方面的问题 看到下面一艘船美系六级新墨西哥 新墨西哥这哪是好船 为什么呢 你又有十二门炮了 又有十二门炮了 十二门三五六 这跟扶山也是一个火力 你明显整个舰体应该说是比扶 没记错的话是比扶山稍微短点的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和你更好的防御能力 其实这里应该已经是用全面防护了 没记错的话 当然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整天专家写的莫名其妙了 我已经无视他们了 反正你只要知道这是一个铁乌龟 有很好的火力就行了 虽然说还是标准21节龟宿 但是你14公里的发现距离 配合射程差和一些机动 和这些加强机动能力的差件 你还是有非常高的生存能力的 这时候美西也有在新墨西哥开始 跟类似日系一样也有相对更好的防御能力吧 虽然说你副炮并没有日系140那么好用 但是防空能力什么都还是不错的 总体来说这是个人会留 新墨西哥和四季的华耀明 真的很好用 安立一下 安立一下 然后 这是美西最后一个手标准TD 所以如果不喜欢往归宿船的人 在这艘船之后就要出 终于可以出坑了 这艘船的虽然说 由于战阶世界队大口径剑炮的防御能力 的并没有很重 并不是口径的提升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至少你可以 四门 八门406 对上北上的410来说也是完全不省地 当然你装甲也是不错的 毕竟你也是大棋之一嘛 对吧 科罗拉多 科罗拉多 在这里 防空能力其实真正的提升了 从开始基本没有防空能力 你只要过了这个白板 由于这里看不到经验 所以一下子也具体想 要多少经验 但是应该也不是很需要很多的 大不了大家长全局对吧 可以提升到42个 防空位 到完全提56点的防空平级 大量的波佛蛇 欧利孔 这也是非常的爽爽的 如果飞机靠近了 也就说美西到这里开始才真正算是 科罗拉多这里开始 因为新墨西哥防空个人来说 这里平级只有38 这还要这些防空做的数量也不太多 就根本觉得还是不够 但是到科罗拉多你防空真正上来了 虽然说 虽然说你的炮还是比较 炮有点少吧 可能大家觉得前面玩了 是我们炮到这里 把我们炮感觉飞难不爽 但是挺 科罗拉多还是可以玩的 虽然说 这里又 不好意思 发现局地又提上来了 相对日系 那我们也可以同时跟日系长门比一下 长门在时期 这里基本没有什么发现局地的问题 而射程的话20公里 美系的话 科罗拉多同学 只有16.7公里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就算上了这个射程差距 还是有一点被分针的可能 但是你只要用好你的隐蔽 岛屿和地形的话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 日系在这远程站来说 对美系的优势虽然说有一些 但是注意好轴位什么和各种地形和队友 什么之类的东西利用好 最好逐个什么驱逐线什么的 这方面问题确实不大 虽然说我已经不知道说多少遍了 还是想说一遍 标准战列线到这里就结束 而下一周就是著名的北卡罗乃娜 当然问题什么 你肩炮 剩九门 当然这九门是好的 Mark 6这个非常碉堡的肩炮 北卡罗乃娜是个人觉得 虽然说看起来炮很少 因为现在像优电类似于炮多就是正义 但是北卡这座船手感非常好 为什么呢 这个炮塔转速45秒转180度 可以说是相当的凶长 虽然说转动 由于现在开始速度上 长宽比和各种原因 和毛子不知道你们自己改 转动速度需要28.6秒来转 但是你还是有相当不错的转向半径 和最重要的是看到没有 79的AA屏级 44门20毫米A孔 然后 然后 56门的40毫米Bofors Mk2 和20毫米Bofors Mk2 和20毫米Bofors Mk2 和20毫米Bofors Mk2 也就是说 防控能力还是非常好的 而这个 这艘船本身机动能力 和专家都还算是不错的 个人觉得跟天神比算说 炮少一门 但是还是完全可以有一战的 如果 而各位如果不喜欢21节战略剑的速度 的话到这里也可以算是真实出坑了吧 你有美希非常优良的 影币能力15.7算说大家可能觉得战略剑不怎么喜欢影币 但是其实还是不错有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感觉 而射程的话也是非常的爽 23.3公里 跟天神这个同学的 这个 苦逼19.9不到20的射程比来说的话 而且天神还没有射程差 这时候美希可以说是在射程方面的地位完全是反了过来 开始压制日系了 美希还有这个 还可以使用这个加16 16射程的东西 可以说到这里 如果你对前面标准战略非常不爽的话 到这里可以说是完全出坑了 这艘船是 北卡罗莱纳是一艘非常非常好玩的船 建议 如果在8级 这个等级有兴趣多玩点船的话 我觉得个人觉得北卡罗莱纳会是一艘非常好的选择 好 9级 亚花也是我现在在的地方 也是大名弟弟的 当然没有战斧的船 值得战列舰 最出名什么 他有圈游戏 目前来说 应该算是最高的防御 防控能力 92的防控瓶级 就是四门的20毫米欧力控 这个已经没法直视的 也就是在近距离的本身欧力孔300 两公里以内的话 你会收到欧力孔320 加上3.5公里的40毫米波伏斯 306已经高达680每秒的dps 然后再加上最后127 总共和下有720的dps 而如果你选择的 选择加了 而个人会很推荐加的 防空距离 差 防空距离差 加上 当然这里一般 我们大家还是一般选择加 转点速度 减炮塔转向这东西 而如果你加了AA的话 你会成为一手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在组队中也非常适用 在战列组队中 很适用的一手防空专注的战列舰 也就是说 你的防空能力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 会有 可以对4到5公里左右 总约左右就可以造成非常高的伤害 对飞机的伤害 近距离近防的一级 也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 而且你有31级 你31架函数和 其实这里你的 王子又是没协商 你的那个 组装 组装310 然后是 装甲和287 的装甲也是有 让一二华这个 还有他本身的一定的装甲的 倾斜 也是有一定的 防护能力 也就是说 他防护能力 并不太过 太弱于 大核原型的 A140J2出云 然后 它的 隐蔽性 其实在4 6公里左右 也就差不多 落实 如果你既然点了 隐蔽近 没事干点隐蔽近的话 可能会挺好玩的吧 但是在这里 其实已经没什么 能注意隐蔽性了 毕竟 还是很容易被滴滴点亮了 对吧 射程的话 你还是 跟北卡一样 是23.3 我们继续 再跟初云对比 对比 而初云的话 21.7 也就是说 和49.3公里的发现范围 就是说 到亚华这里 之前 你如果被日系战舰 吊 吊得放风筝 很不爽很不爽 的话 放心好了 小一可以帮你报仇 他可以帮你把全部日系 除了打 大核 尤其都可以 远距离的慢慢慢慢的拖死 大核 由于 大核同学 406的射程 有 是6.6 还是不行的 但是其他床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 放风筝的空间 虽然说这2公里 基本没什么意义 因为地图来 从地图来说 和接战距离 还有发现距离 综合来看的话 基本不行 而 最后我们到了门大拿 四个三连装 Mk7 406毫米 竹炮 也是一艘很著名的 虽然说画出图子 但是没造出来床 装甲 后得一塌糊涂 的 美系 战列舰 虽然说速度又降了几节 回来 但是28节绝对够用 而炮塔转速 还是45秒 也就是说 在这些 手感方面的话 个人觉得门大拿 对于大核来说 手感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转向 并不是很好吧 但是也算是够用 而 配件的话 大家还是一样可以看 还是有这个 还是 还是想装这个射程差的话 也是完全没主 没问题 毕竟 呃 门大拿更多 个人 更喜欢 倾向于用门大拿 对剑攻击吧 呃 这里如果选择对剑的话 说实话 因为由这个插件 会减低你的装填 呃 装填速度 也就是说 你装填时间会增强 增强 增长 所以说 基本上对剑 呃127又 作为一个副炮 打打驱逐还行 打熏牙比较坑 也就是实际上 要么是这个 要么是 实在不行 可以插防空 个人觉得差不多 呃 这里 基本上是插主炮了 那 那你本 呃 本身来说 虽然说 你防空的你比 压滑稍微降低一点 但是 你是非常的可观 八七的防空 虽然说 对日系的那些 血相对多的飞机啊 说有 并不能说 在这么多架飞机 通知箱进攻 情况下 把人家全部打下来 但是还是能造成一定伤害的 前提是 前提是 对面进到你3.5公里的进防区 呃 如果你有加射程的话 再加20%上去吧 还有大大标 啊 还有舰长本身的技能 嗯 也就是说 介绍基本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这样 稍微讲讲 舰长的技能 个人觉得 美国防空 呃 防空性的话 嗯 由于战略舰 个人稍微倾向于生存 一旦是防空啊 还是很好 这里也可以配一些 防空性的舰长配置 呃 个人会推 依然是推荐这些 从防空 呃 转炮塔这个技能 对于 本达拿和美系这些 转炮塔相对快的船来说 并不是很重要 比如说 基本上 你还是可以点这个 二级的这个 损控技能 然后这里是点修理 呃 因为点亮说实话 对你没什么用啊 然后 四级的话 自然就是点这个 加副炮和防空距离的 嗯 然后 到五级 呃 的话 个人可以推荐 有金币的同学 和对自己技术 和 有知情同学 学这个 银币技能 试一试 当然 我觉得 并不是有没有必要点这个技能 而是 有时候 玩隐形战略剑还是挺好玩的 可以 如果对面没有发现你 的话 溜到战略剑 对面战略比较近地方 突然来一车 来一轮 其实还是 很有喜感的 当然你炮速要好一轮 直接把人家打残什么的 呃 呃 如果你没有的 没有这个事情 或者根本不想玩这种方法的话 呢 那可以点这个减10%的冷却技能 灭火也是挺好的技能 毕竟战略剑经常被去洗甲板 搞不好洗甲板就着火 着火到四个 四级火宅的话 那还是挺疼的 就是说 嗯 这个技能也是不错的 当然很多人可能就在这里 呃 前面技能都点了 然后再洗下来 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吧 啊 这个方面我由于不是主要吧 战略剑的人 这方面 更多个人还是可以觉得 还是会请教大河群吧 当然他做的是英文视频 所以说 嗯 稀稀稀 好 那这次还有很多专家的改动啊 什么的 具体就不说了 由于毛子还没出 他们自己的 呃 patch notes 就是更新里面的列表 所以说具体数字到最后也是 并不能说 因为我也不能用超测里面数据 超测这个几天 或者一周什么改一次的话 也没什么好说的 而这次 但是重要的几个还是有改动 比如说he 现在更好用了 ap相对削弱一点 ap的 嗯 过 呃 无害通过的可能性上升了 因为毛子增 增 增加了隐性的 那个延迟时间 这是一个 让ap打小床什么的 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你打准的话 还是非常疼的 he的话 呃 似乎 呃 如果记 没记错的话 他们的点火率是大大提 呃 也不算大大提 相对提升一点 而他们的 呃 he伤害也提升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he的 呃 伤害其实已经超过了ap 原来是he伤害 满伤害的话 是并不不如ap的 当然这个也顺便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我点十锡这座床呢 十锡这座床的 he 点火率其实也是挺 西嘎的吧 在四级来说 百分之三是这种 呃 点错了啊 跟妙异啊 什么这种大口的 大这些大口径的床 点火了 点火啊什么的 还是挺 挺那个 挺胸长的吧 可以说是 呃 35个妙异测试 27 27和31的点火率 这还是有 在一些 有些 比较好玩的地方 它 点火率相对比较高 呃 现在也可以说 综合来说 he 还有he炸弹 日系的 航母炸弹 这些方面 带h 让he的重要程度 大大上升了 也就是说 大家玩的时候 可以试着 稍微多用 he 试试看他们对 呃 每艘舰的不同的 伤害 呃 每次见伤害的 有没有什么变化 来 根据这个来看看自己的 玩法有什么需要更改的 当然还有一个是 北上加了15秒的烟雾 但是 还是坑爹 我就说他是坑爹 他转向就是不行 啊 就这样呃 北上你如果个人的话 玩的话会组上朋友的一个 bookie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名字 吹雪族 能够 嗯 嗯 来用烟雾掩护 掩护你 但是 不要期待 加了一个烟雾你就很厉害了 你转向还是不行 嗯 嗯 美西的话 基本上 亮点就是 美西的这个高级的战列舰的防控能力 在战列舰 战列舰里面 对付飞机的 呃 攻击的话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应付方式的 而最重要的是 本次更新里面 日系的航母的攻击能力 需要 呃 应该会让一些 不太会 呃 躲避攻击 呃 航母攻击的 新的战列舰 或者是其他什么 巡洋 什么船来说 需要更小 更加小心 呃 由于呃 航母机队 的在日系上面 数量和 鱼雷的攻击力 都比美西强很多 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飞机 尤其是日系的四架 或者是 偶尔出现的五架的飞机的中队来说 要更加的小心 哦 当然还有个更新的是 一个很重要的是 炮塔 他们转速全部提升了一些 这转速并不是每艘船都提升 而是 老子现在每艘船的最低转速度 已经设定了 每一百八十度七十二秒 呃 也就是说 在这个 以前那种一转一分半钟转个一百八十度的情况 一曲不复返了 但是这七十二秒其实还是挺慢的 那会舒服一点就是 也就是说 嗯综合来说个人还是很看好三点一 啊 虽然说平衡来说并不是很完美 但是目前似乎 毛泽子应该想加入更多的东西 还有个东西还没讲 呃 这种低速BB 有想练手或者是 呃 呃 呃 有玩过朋友的验诞的话 也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美 美系的这些低级的这些BB的 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坑啊 啊 然后讲 应该是讲最后一次的东西啊 视频非常长 我自己都不知道讲什么 嗯 这就是 齐子 小齐子 呃 齐子的话之前官方在官博上放过 所以我就放了 还有齐子 就是 齐子的机制是你每次PVP战斗的时候 你获得的一些成就 比如说 一血啊之类的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齐子作为奖励 而且齐子会有不同的效果 只会挂在你的围杆上面 呃 那一个可以看过去 第一个Julia Charlie 呃 这个应该是看 achievement这里呃 成就的话应该是抱人家弹药库了 可以让你一次战斗 完全不会受到被抱弹药库的 的那个危险了 也就是说胡德同学你需要装一个 然后India Delta 这个Dreno这个成就我本身没拿过 也没看 具体看出说明 所以说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 呃这个是应该是跟BB有关的 他是加BB回血技能 20%的时间呢 应该算是挺好用的吧 然后是Ecosby Charlie London 嗯 说明是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一个很出名的奇遇 当然这是这应该是活力协助 但他具体成就这个由于我也没拿过 所以说我也不太知道他具体的条件是什么 而他这个其实应该算是非常舒服的 为什么呢他加50%的经验在一场战当中 虽然说只能用一次 但是如果你那一场战都打得非常好的话 呃经验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然后Stira Mike 也就呃这个应该是一次攻击 鱼类攻击之类的打成两艘船的意思吧 呃加5%的最高速度给导分抓上去 非常的喜感 然后Mike Yankee Sok6 嗯 这个棋子呢 呃 就是撞直 应该是近距离格斗 呃近战因为撞传是另外一个成就 得之加你副炮的战斗力 说实话觉得用处可能并不是很大吧 但是也许有 也许有用吧 嗯 总之这种东西 尤其是PVP每一次只能拿到两个 嗯 也就是说大家留的关键时候 比如说比赛啦 之类的 用员或者斩多点的用吧 或者摆了弯 嗯 然后诸禄这个棋也是一个不错的 你获得一血以后 你可以拿到这个棋 就是说第一艘击杀棋 第一艘击杀棋的人 可以拿到这个棋子 如果没记错 他要24个小时才能拿一次 然后 让战斗中拿到的钱加20% 基本上挂金币床吧 挂你最最喜欢另外打钱的金币床 比如说雷鸭啊什么上面 应该是不错的 那 英雅伯伯特拉去 嗯这个是应该是 这个成就我看我测试的时候拿到 看到别人哪打过 应该是自己死了之后 打死别人才会获得没记错啊 这个是减5%的修理费 给 基本上是注定给司机BB什么大盒这种 整天在前面苦逼 调选 调选多修理费很多的传用 嗯 然后 Julia Yankee Bissotone Bissotone Unstingable 没拿过 估计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如果看这个名字的话 减20%的 赌露 赌露 赌露神教 的战棋 说实话 用出一般吧 基本上掌掌 在比赛中用平常偶尔拥有 应该还是可以的 啊 Hotel Yankee Daiha的话是 撞死人啊 当然你自己要不死 你自己死的话 我记得 记得是拿不到成就的 因为我自己干过一次 嗯 这个是降低 20% 受撞击的 伤害 然后增加50% 撞击对方的伤害 而这个伤害计算的话 是根据对方的 对方血量 最高血量 对你的伤造的伤害 而你伤最高血量 对你伤造的伤害 也就是说 嗯 这个伤害 一般来说 在速度足够的情况下 是非常的可观的 嗯 也就是说 如果有撞伤狂魔的话 因为玩的是高速伤 可以考虑撞伤 最后这个 嗯 India Yankee 这个是 着火的 成就 嗯 增加灭火速度 嗯 怎么说呢 必必可以用用吧 但是 这种骑估计也只有平常 平常并不 并没有这个 夹手翼这些骑 效果明显 当然摆在床上面好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新的高级军杆 嗯 低级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 嗯 还是跟原来差不多 是在一个小渔村之类的地方 一个 嗯 阳光明媚 的 一个小海湾里面 而 这里应该更像一个军港 或者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港口吧 不是原来的小渔村的 也算是比较漂亮的 啊 这里我不知道 说实话不知道 这里为什么有个奇怪的小岛了 不知道他叫什么 对着港口这东西不熟悉 我这里也是 不是风景还行 就是我不太喜欢 嗯 这个黄蜂的景色 就觉得有点暗了 但是还是挺漂亮的 除了有点滑眼 嗯 好 嗯 这次视频 基本就到这吧 然后 目前来说 这个测试好像还没打过 你看到零唱 所以说 哦 对这里可以看到成就 嗯 给一个个给大家看看 这个阿森里 点火狂魔 嗯 你要把一座床点火 烧死他 然后烧的血量 必须超过50% 嗯 我不知道哪个人会这么傻逼 点火不休啊 除非他每次苦逼啊 然后 Clear Sky 这是 每次打掉三十架飞机 嗯 Close Quarter Expert 就是前面一个会奖励旗子的东西 这个是要用 副炮打掉超过50%血量 估计就是某个做事的滴滴 冲你BB 结果 被你副炮干死 越来越还没渝入你什么之类的情况下 出现了啊 Detonation 呃 呃 这个看样子似乎是你被爆弹药 酷才会出现的成就 呃 算是一个安慰奖吗 我不知道有户的同学 呃 然后devastating strike 呃 这一轮必须把他干掉才行 这个一般是鱼蕾容易出现的 但是哈 嗯 赚成 赚掉一艘底箭 并且自己没死 然后double strike 这是 呃 十秒内 呃 打成第一艘船 十秒之内 必须打成第二艘船 就会获得成就 呃 fireproof 烧掉超过 被烧了超过50% 当时你没死 first blood 一血啊 就是一血了 没什么好说的 is bar strike scratch is this bar scratch 呃 对 死后把人家干掉 算是吧 我觉得这名字其实有点奇怪了 liquidate 嗯 把人家 让人家净水净死 我不知道这是谁这多苦 不休的 只有超过50% 这个 就是净水给你掉超过50% 血有点苦疲 呃 这个unthinkable 就是净水超过50% 血量 但是没死 confederate 呃 助攻 六艘船 伤害超过20% 没船 呃 有点安慰讲吧 dreadnought 呃 你血量受了伤害超过你血量百分之一百 呃 超过你血量的百分之一百 就是说你血量是一百 还是 受到超伤害超过一百二十 但是没死 而且 嗯 是从四个不同的传 敌人对你遭到伤害的话才 用 基本也就是说这是只有 呃 战略剑和高级现在 呃 高级 呃 重寻才有修理 需要有修理技能 呃 你需要至少 机上四手敌剑 呃 当然 继承我个人记得也是算数的 然后伤害必须超过 呃 对方 整个剑队百分之三十的血量 这是有一定 乔章技能非常好 我在测试的时候是拿过 嗯 这个是 solo warrior 呃 clobano of metal 呃 这坦克世界的那个 另一部剧 这个 呃 奖章吧 然后在这里一队 十一队武器都挺拿的 Wither 嗯 超过 呃 用 点火和进水导致超过多少 十万点伤害 这个我觉得说实话 对面得多啥必须的 获得这个 那你获得这个成绩 我也不知道 啊 这也是一些新家内容 也是不错的 嗯 具体还有一些内容 就要等 嗯 毛子这些更新出来 我才说 因为有些东西 个人记得并不是很 太清楚 好 总之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呃 也非常长了一个多小时的 应该 好 嗯 大家 嗯 就可以期待最 由于这是PubyTest公测 也就是说 这个会很快会在 CBT的正式服务器上 出现 好 嗯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 那个 想 嗯 更享受这次patch吧 而且 我想说的是 毛子也有 3.2的东西计划了 虽然说 我不知道 所以具体是什么东西 但是不要问我啊 嗯 但是我 似乎 似乎猜到了什么 但是我也不 嗯 我也不说 嗯 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吧 总之这次就是这样子 嗯 我也会在 嗯 以后 试图多做一点视频吧 这是我第一次做 嗯 不知道是解说还是什么东西的 总之就是这样 台后 out 嗯